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来关心 香港七一前后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的呼声高涨 但是在昨天清官会成员再次出动 侵扰位在旺角行人专用区的法轮功真相点 大批的香港市民当场怒斥清官会成员的行径 以及香港警方的纵容 星期四下午约四点半 清官会头目林国安和女恶霸肖小荣 再次到旺角行人专用区 强行用横幅遮挡法轮功真相点 警方会用执法制止 很多市民开始怒斥清官会的行径 警方调派大批警员到场将真相点封锁 但却容许物品内进 许多市民不满警方纵容清官会的恶行 有人冲过封锁线 斥责清官会成员和警方 你是摆得明白我们偏派共构 你甘心做公安安法 人家放法轮功放在这里 你就吓得了 这些清官会去骚扰他 然后民主为主意 就能招下道歉 人家在打压法轮功骚扰人 然后说我骚扰我去骚扰人 一哥两哥大哥 我家法轮功你会走我家围住他 那人管自己的冲冲者 那人别不 legends 有好大把 忠实咱们分手又 zien 一 сами kingdom chos 希望大家得知 我每次都别充ід于 照片 咱们的仗义之言 赢得在场民众认同 纷纷纷纷纷纷战 拍手叫好 并大声叫骂 林国安等人拱出去 将近晚上八点 林国安指挥恶徒 持大型横幅 进一步靠近法轮功真相点 意图全面遮挡 正义市民的怒火 以下爆发 纷纷站出来 阻止恶徒行凶 林国安等对市民拳打脚踢 警方接报侦探人手到场 大批市民直指恶徒 挑起事端 并暴力打人 新唐人记者 林秀瑜在香港报导